因为我们当时学的是一个中国的教材 所以我们当时其实就是在讲中华民族 跟现在我觉得其实大陆这也讲 我觉得挺好 两边是契合的 只不过可能近几年 台湾因为种种因素 所以它对自己的民族国家 可能有一些观念不太清楚 但我觉得应该透过这种交流 去增进对对方的认识 你像我来内蒙以后 跟蒙古族同学 我们可以在一块聊摔跤聊摄近 因为我本身也学传统武术 我觉得这些是在交流之后 会发现这些相近的 然后彼此之间会觉得 其实不止地理 心灵上更接近 我们都知道总书记 特别重视青年工作 那之前也对青年提出殷切的期盼 青年心则国家心 青年强则国家强 那这一次马英九率领 台湾青年来大陆参访 总书记同样对台湾青年 做出勉励 那我作为在 边疆地区工作的大学老师 我一方面积极地参与 两岸交流 推动蒙台青年的交往交流 另外一方面是完成我的本职工作 透过教学 让青年们健康成长 两岸青年好 两岸的未来才会好